在鄰近余景灣碼頭的一間 拿買環保店 很多人都有印象 但最近一個月前 在余景北 都新開了一間環保概念小店 除了可以在這裡買本地 和外地的環保產品之餘 還可以在路堂望著海景戲客 很有度假的感覺 我們是一間環保有機的店 在余景灣 余景灣是一個比較悠閒的地方 我覺得跟市區有點不同 有點像外國的感覺 余景灣本身也有一個挺好的社區 大家對環保的意識也挺強 我們這裡主打除了環保有機之外 還有一個主題就是本地 我們覺得環保先從本地入手 香港其實都有很多很好的品牌 而這件事對於余景灣居民來說 他們也很注重 這裏我們有一個小的露台 大家可以坐在這裏吃下小食 喝杯Cold Brew咖啡 或者是果茶果汁 就可以chill一下 休息一下放鬆一下 店主Sandra沒有開店的經驗 但一直想開一間環保有機小店 剛好朋友的朋友 是西貢點子的創辦人之一 所以就想不如合作開一間分店 最初想要是否照顧西貢點子的模式 開一間就可以 出來發覺是不同的 其實這些小店有自己人的角色 我們有一個理念 希望每一區都有這些小店 其實可以有很多 而每一間有自己店主的角色 還有當地的隔壁特色 怎麽只幫了我 最初設立他幫了很多 譬如他給了經驗我 他又給我實習 我去西貢那邊 做了兩個月的研究 學習如何運動一間店 看看客人有甚麼需要 吸收了經驗之後 就開回我們這間小店 Sandra又說 因為如景灣住了很多不同國籍的居民 他們的國家都有很多 不同值得推計的特產 所以這間小店全部都有得賣 例如歐洲得獎 克萊地亞的有機橄欖油 波羅的海出產的鹽花 克萊地亞的無花果產品 和英國朋友 在菲徒賓生產的咖啡產品等等 令到小店更有特色之餘 又做到區區有小店的初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